各位弟兄姊妹,新年蒙恩 我们感谢神可以在年初二的时候 我们在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神的家中 一起来敬拜,一起去感谢祂 我们常常都提及上帝赐下丰富的恩典 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祝福大家 恩福满满,恩典常在 而今天你看到在周刊上有一句说话 在封面叫做主恩常在 最好的福气是有主的恩惠 主恩典常在我们生命中 所以我也想大家在开始的时候 用这句说话给予祝福 或者你觉得主恩常在太普遍了 你可以改改它 主恩满在 主恩常伴随 主恩同在 大家互相有祝福 在诗篇23篇,我们大家常常读的诗篇 大家都会记得,开始的时候就提到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我必不至于缺乏 去到第六节的时候就提到 我一生一世,必有 因慰慰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今天我们正在思想在神的殿中 如何来与神同在 刚刚前几天 有弟兄送给我一份的对联 给大家看看 《一生一世,主殿中,因慰慈爱,永相随》 正正在说的23篇里面所提及的 人能够在神的里面 领受神 永远不改变的 因慰慈爱 大家读一次 一生一世,主殿中 因慰慈爱,永相随 愿主慈福大家 我们今天也特别感恩 有弟兄姊妹的家庭 一起来参加崇拜 所以我们有大朋友,小朋友 有成年,有青年,有儿童,有长者 我们大家儿子一堂 一起来敬拜上帝 今次我们很愿意 上帝月纳我们的敬拜 我们都欢欢喜喜地 一起来敬拜上帝 大家一起 我们再祈祷 我们仰望主带领这段时间 私恩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各样的恩惠 主啊,是我们回想人生所经历的事情 主啊,你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你赐下恩惠 就算在困难患难当中 你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的力量 来去面对一切 这些一切的困难 反而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祝福 主啊,在我们去到中国人的农历年开始的时候 主,我们更愿意在你面前同心献上我们的感谢 也向你求新的恩 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恩惠 主啊,在人生的路上遇到很多不同的试探 挑战 主啊,求你以你的恩典来托着我们 以你的怜悯来引导我们 又将你自己的恩怨上上之下 叫我们因为你的道,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宝足 因为主啊,你的说话是天上的玛拿 叫人得到真正的福气 如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寇主赐下你的恩怨,诗恩引导我们 我们仰望祈祷奉耶稣明自求 阿们 我们刚才提过诗篇23篇 相信是最多人读的一篇的诗篇 同样诗篇的84篇 很多人称为诗篇里面的最甜美的诗 甜美是因为描述着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亲近,人在神的里面得着满足 是一篇甜美的诗篇 因此我们今天读的时候 你留意到圣经那里讲 这位作者讲述到他 他如何渴慕神而住在神的里面 所以84篇你开始看到这位作者 在圣经讲到他是可拉的子孙 或者说后代 可拉是当时在圣殿当中 他们是负责歌唱的一群人 他们常常在神的殿当中 还唱上帝,敬拜上帝 而他们将心中的那一份的渴慕 来表达出来 同时你留意到圣经里面讲述到 也是当时有一群的人 他们是从自己所身在的地方 去到耶路撒冷城去圣殿当中去敬拜神 他们是一些朝圣者 他们要去亲近神,要去寻求上帝 而一位可拉的后裔就将这种情况 来说述给我们知道 所以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 84篇第一节 曼君子耶路撒啊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学上耶路撒的软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 神的圣所 祂的居所何等可爱 这里的居所 说的是神的殿 也在说的是神与人同在 这个居所含有一种会莫的含义 你会即时想回到圣经的生日里 提到主耶稣 祂住在我们中间 或者说会莫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这位上帝 圣经称为万君的耶和华 祂是掌管天地的上帝 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但祂选择住在圣殿中 住在人的里面 大家知道当我们今天生日的时候 明白圣殿不单单在说 一个爱在的建筑物 同时是更加在说 耶稣基督成为了圣殿 在生日的时候 当人说 这个圣殿何等的榮美 但耶稣说这个圣殿将会被拆毁 但祂说三日之后 祂会重建圣殿 在说祂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过来 成为人神相会的地方 是人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和好的原因 因此基督耶稣成为了我们的圣殿 而你和我都因为领受了主的恩 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成为了圣殿 今天当我们上到圣经讲述到 神的殿何等可爱 其实你和我都应该感恩 因为你都成为了可爱 不是因为你比人好一些 而是因为神住在你里面 你的生命变得可爱 这是属灵的事实 当诗人讲述到神的殿何等可爱 的时候 他马上有个回应 他说我羡慕学想耶和华的圆语 回应上帝的爱 神的上帝的同在 人的心里都渴望 自己能够去接近神 最能够让神满足的 是人知道回应神的爱 你知道爱的关系不可能是单方面 一定是互相一种的配合 互相的回应 使人就回应上帝 我羡慕学想神的圆语 或者说学想与神的同在 这里所说的学想 有一种很特别的表达 其实是说他里面一种苦苦相思 心里面很想能够 尝与神亲近一种的心境 而且他的心境里面表达出 他不是单单好像是 自己一种与神亲近 而是他是愿意放下其他的 一个学务单学务神 大家刚才听到就是 这段时间 很多人他们朝拜上帝 他们经过一些比较艰难的旅程 才可以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中 或者他们所学务的旅途当中 可以有一些比较舒适的旅馆 或者丰富的食物 可以增添体力 可以舒适地上路 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都有很多其他的外貌 但是当你再小心去想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和我最大的需要 都不是这个世界给你的 一些短暂的满足 而是主给你的生命真正的满足 我记得刚刚在早前一位姐妹讲述到 她自己早年信主 曾经都接触过信仰 但后来放弃了 然后她说到她自己去到 差不多中年的时候 有机会和一班朋友去到 在欧洲旅行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 有机会参观当地的一些大教堂 去到一间教堂的时候 一直到处看 自己个人到处看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她的感觉就是 我以前信主 为什么我离开了 然后她的感觉 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呼唤 好像上帝在呼唤她 你回来 你信靠我 这种感觉 当她说的时候 她说很难解释得清楚 那种很强烈的感动 是好像神在呼唤 所以后来她回来香港之后 她就再去教会 来到我们当中 后来在我们当中受洗 上帝也是会这样 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呼唤我们 因为她知道 我们最大的需要 不是其他 而是她自己 有时就算我们信主 有其他事情 都会将我们的心转移 偏向其他的渴求 但你会知道 这位上帝 她是不断地呼唤你 她丹渴无她 因为她知道有她的同在 是真正的福气 所以你在读 刚才的圣经的时候 去到下面的第四节 诗人说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 他们是真正有福气 能够有神的同在 是向着上帝 这个人是真正有福 而且他们仍要赞美 意味着是继续不断去经历神帝的恩典 不断去赞美她 当一位的诗人说到这个福气的时候 他同时在提及其他酌了的经历 或者说其他可能很少的人物 或者一些普通的平凡人 他们如何在神面前同样领受这份同在 在第三节 文君的耶和说 我的王我的神 在你祭坛那里 麻祖为自己找着房屋 厌子为自己找着仆初 致窝 这些最微小的雀鸟 他们都在神的里面 有神的同在 当然雀鸟同样在比喻 很多小生命 一些平凡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当我们搬进英国装修好的礼堂之前 那些麻祖已经入住康宅了 其实很多年我们在玻璃门进去接待处那边 都留意到在我们的 北角宣道会的牌匾的后面 有几个雀巢 这些雀鸟飞出飞入 当然后来我们要装修 所以把牌匾插出 那些雀鸟就死散了 但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重新把新的牌匾 安装上去的时候 我就发觉 我们都未曾进来聚会 那些雀鸟就回来 在那里盖了新的草 他们很开心 我们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虽然好像是一些很 这些城市的小现象 但又比我想分析 所有的人捍围很微小 又或者是一些不起眼 甚至被人轻视的小人物 上帝都重视 上帝都看顾 圣经里面提到 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 很清楚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上帝会忘记你 他既然看顾小麻将 他一定会看顾你 既然他供应小麻将的需要 他不会忘记你的需要 在神的里面 上帝接纳 犯到他面前的人 诗人所体会 当人知道他寻求神 渴慕神 神让祂住在他们里面 以致他们真的有福 我们再看 圣经提到第二个福气 大家看看下面的第五指 圣经说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望 食安大道的 这人变为有福 他们有福气 因为渴慕神 而得到神给他们的力量 他们生命经历神给的福气 下面再提到第六节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者谷变为全原之地 并有秋遇之福 盖满了全谷 刚才讲述到 一些朝拜的人 在路程中很艰难 有很多危险 有导察的危险 有很多野兽的危险 在路途上他们面对艰难 正经所说 他们经过流泪谷 或者干旱之地 过程里面有很多艰难 但这些艰难 竟然变成全原之地 全原之地表达一种 被泉水涌流风营的一种表达 后面继续讲秋雨之福 是讲一些新的雨季开始 本来周围都干旱的 但突然间秋雨来到了 滋润大地 看到很多滋润的情况 正经新一本所提及的 都是水池 周围有一种 很满足的一种描述 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跟随主 这条信仰的路上 你会遇到艰难 你会遇到或大或小的 不同的困难 甚至是苦难 但你知道这位上帝 祂以慈爱待你 祂掌权 祂一定会将这些苦难 化成为对你另一种的祝福 祂会将你的流泪谷 变成全原之地 这是历代很多很多的 骄徒所经历的事情 如果你记得 我早前提及过一位姓林的姊妹 她因为在自己的癌症 过程中信了主 她患了肺癌 去看医生的时候 一位的医生带了她信主 因为她本身自己很大的 一个重担就是她的儿子 是严重的弱智 所以她多年来 现在二十多岁 一直照顾她的成长 她常常发梦 梦见自己背了一个大的包袱 但怎样都放不下 反映她内心那种的压力 然后她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你的病房之后 没有了 我要自己一个人 很惨地面对这个病 因为医生就告诉他 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 你知道一位主耶稣 祂会和你一起走人生的路 她可以陪着你一齐 面对这个病 然后带领了她信主 这位子母信主之后 心很大的释放 后来有一个晚上 刚刚就是她所说的 年三十晚 和自己的家人一起 有团年饭 吃饭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孙女祈祷 孙女借饭祈祷 我们的小朋友不知道 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借饭 我听过有好几个家庭的事情 因为小朋友祈祷 所以带领了父母信主 或者爷爷妈妈信主 然后她听见孙女祈祷的时候 她说我都要借饭 我信到耶稣的了 她借饭 借饭之后很开心之后 就吃饭 吃了一段时间 然后先生就叫她 喂 够了 不要吃这么多 我看到这份见证的时候 也有点奇怪 团年饭 怎样喝着别人 不让人吃 原来她因为身体的癌症 如果多吃一碗饭 她就会有很严重的辐射 所以先生知道这样的情况 叫她不要吃了 但她就说 没事 觉得很舒服 放心 继续吃 一路好吃 很开心和家人相聚 然后过了一晚 第二早早年初一 她就感觉一下 有没有不妥 没事 很安乐地在那段时间 然后她写一篇见证 很特别有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 从辐射到辐射 大家听不听得明白 本来是福土 是吐射的 但现在恩福 倾射在她的生活上 后来她也做了一些很大的手术 她要开脑来做手术 但她一直讲述 神带领她经过这些事情 很多很多我们的姐妹都经历到 这位上帝是信实 在难处里面 她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 让那个难处 变成为了全原之地 是真实 而使人继续说 她说 不单止成为了恩福丐门的地方 他们行走历上加力 各人到石安朝见神 历上加力意味着 不单止今天有力量 而是不断不断经历新鲜的力量 能够可以不断向前走 所以特别圣经提及 他们行走是历上加力 去到神那里 去到神所带领我们丰富之地 这正是圣经所应许的事实 而圣经你记得 刚才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 圣经就说 靠你有力量 这种的力量 不是你的力量 是神在你里面的力量 刚才大家听到诗班的宪诗 一路听的时候 我心就一路想 神下你是我的力量 我何需懼怕 神下你是我的帮助 我何需要胆战 在生活上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知道神是我的力量 我就可以放心向前走 这个人他是有福的 所以圣经就说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望 石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再看 下面圣经再说第三个福 你再读到最后 第十二节 大家一起读好吗? 耶神知耶和华阿 以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真正有福的人 是那些懂得去依靠上帝的人 去信靠上帝 无论一切的处境 去渴慕去尋求神 渴慕去依靠祂 祂得着一切的福气 然后圣经里面提到 在第十节 他说 住在你的殿雨当中一日 胜过在其他地方住千日 宁可在我的神的殿中开门 一些很微小的职份 但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华丽帐里 一个很清楚的对比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位牧者 将自圣经一些小小的意义 来表达 他说能够与神同行一日 比起我去最美丽的海滩 清澈的海水 灿烂的阳光 在那里度假千日更加好 他说宁愿我在神的里面 住在神的殿当中 一个很微小的职份去服侍他 比起我去到一个最高级的酒店 享受豪宴被尊为最尊贵的嘉宾更宝贵 各位弟兄姊妹 没错很多事情在世界上都会叫我们有满足 但当你去明白 唯有在主的里面 你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的时候 你就不会介意你有没有那些满足 而因为你有主在你的里面 我简单说一件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去到 要去南美智利开一个特别的宣读会的大会 当时也挺挂心 因为要飞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很长的程 一路飞的时候去到纽约已经是十五六个小时 但已经去到漫长了 我要搏另一班飞机去治理 但飞机迟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很紧张 就清关然后跑去她的闸口 去到的时候 看到一位空中小姐 她说不用跑了 已经关门了 櫃位的书送带 都关门了 我看着她 很失望 但突然她说 不要紧张 我们会供应酒店给你住一晚 因为飞机迟了 不关你事 我说 好吧 没有其他选择 我就住一晚 竟然有一间很舒适的酒店 早上吃一个很漂亮的早餐 然后回到櫃位 见到同一位空中小姐 她见到我 是你吗 昨晚赶不到飞机吗 不要紧张 今天给你一个商务客 我突然意想不到一段很舒服的旅程 就去到智利 但在旅程中 我突然想到 当初为什么这么紧张 一路跑一路赶 拿着行李的时候 心很焦虑 我想其实神也不想我这么急 其实我也不一定这么早去到智利 上帝似乎更加愿意我 你放心 休息一下 然后再上路 但是我不喜欢 我想快点上路 但是神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舒适的旅程 但是最重要都不是旅程 我再上回的时候 看会到上帝在我人生的旅程 祂是与我同在 祂大事小事看顾着我 我为什么要焦虑 在祂的里面 在祂的圣殿中 是最美善 是最美好 而上帝更加说 祂不会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你 在圣经下说 祂是日头 也意味着祂是一切恩典的来源 祂是盾牌 是我们最重要的保障 祂要赐下恩惠和真正的光彩 你寻求很多地上的光彩 不如上帝给你的真正的荣耀 而且祂应许祂在美上 留下的一样好处 不给一些行动正直的人 行动正直 也意味着一些人 当他心里渴慕 一路与神同行的时候 他不会想 行在黑暗的路上 因为在黑暗中 他会和神隔离 人他心里渴慕神 也都略生出现一种的力量 行在光明中 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而神就应许 我不会拿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那些渴慕神人 因此他要得到的是最大的祝福 是一切的祝福 所以去到十二节 詩人就带了一种满足的心情 说 万军的耶和阿 以靠你的人 便为有福 真正得到福气的 关键 或者说那条的约事 就是在一切的情况之下 信靠神 你就必无福 在新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告诉你 很多地方可以给你福气 为你求福 告诉你 你得到谁看起来 你就有前途了 真正的福气 不是谁看起来 是你在神的里面 你信靠祂 你得到真正的福气 我们一起来祈祷 施恩的上帝 你竟然是那位 愿意向卑微的人施恩的主 我们是尘土所做 我们怎麽配得 但是主啊你就是这样乐意 将恩惠赐给人 主你何等愿意 我们知道去信靠你 以至我们不会去尋求其他的满足 尋求其他的帮助 以至失去了你自己的恩惠 主今次我们终点之会 在你面前感恩 也向你求 求主将一伙全心信靠的心 伺给我们 让我们在一切不同的处境里面 我们可以得着你的恩惠 奉耶稣圣明祈祷 阿们 来吧 下午 大家休息一下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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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